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5月31号进行的LG杯16强的比赛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圣敏军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盘棋算是一个复仇战啊 这个圣敏军的试惯 之前就是从这个柯杰手上夺过来的 那我们来看这盘棋柯杰是如何虐杀圣敏军了 开局,柯杰直黑还是错小木无幽角,老套路 白棋挂脚,完之后拆二,黑棋点脚 左上简单定型,白棋跳,黑棋拆边 互相抢大场 黑棋逼住,白棋坚冲 贴起来跳一个尖顶 白棋再跳 黑棋跟着跳 利的话呢,是非常注重这个根据利的下法 因为成的话以后有二路透点 两边都可以度过 然后黑棋小尖,白棋底下逼住 黑棋直接脱退 这个棋呢,实地非常足 但是会把白棋稍微撞后一点 不过即使白棋离得如此之近 脚上以后还是有手段 这个靠三三 白棋毁一个黑棋再搬 还是有气啊 你要是断打 杀脚的话呢,外边反打一下 还有这个断 比较严厉 AI的建议呢,就是以后白棋往这跳一个补外边的断点 脚可以给黑棋 白棋着重发展这个模样 实战的黑棋直接跳 都是比较大局的下法 那现在这个格局就要考验判断 我们先来看一下AI的建议啊 是让白棋底下坚冲 这个棋呢,首先是可以压缩黑棋的空 你刺一个得补 然后白棋就可以局部脱箱 比如说左边扩张 右边这块棋呢,完全可以放在这不管啊 外边即使被黑棋封住的情况下 白棋有这种二路拖的这个作严手段 这里交换完之后 旁边一扳活棋 脚上还有二路跳 这个肯定是活的 所以说这几手的交换呢 一方面是破空 一方面是作严 拖先抢大场 实战白棋反夹 下的是非常的有力 黑棋顶一个先手组度 然后分段 这也是AI的推荐 下一手棋 白棋外边掉一个 这个棋就看黑棋的态度了 如果说冲断的话呢 那就形成乱战 白棋冲一个 黑棋要双 这个棋不要着急冲断 冲断的话被白棋拐头里面弃紧 黑棋要双一个跳出 然后跟白棋两块棋就在一起杀 这个就比拼力量 实战科捷球稳 坚定 体现出这个 非常老道的这个大赛经验 平时下下往棋 你说浪一点就算了 这个大赛 并且是之前 从自己手上夺得这个世界冠军的生命军 这个棋还是要先稳一稳 之后白棋贴住 黑棋挖 白棋先往路扮 这个棋走的还是比较的新棋 一般来讲 可能第一杆就直接打掉算了 然后步步断 不过这样下呢 会让黑棋的这个角控 显得非常的扎实 白棋外面很薄 先扮一个景气 这个棋看黑棋是否要扮下去 扮的话呢 白棋可以先断 这个棋考验一下黑棋 你要是往这打的话 以后这个上边白棋 比如说虎一个 脚上以后外边只要紧住黑棋气 还有收刮 你要是挺头的话呢 那白棋就吃脚 这样就转换了 当这样下也行啊 黑棋外边基本上也把空守住了 上边打吃一手 这个边控也可以得到发展 那如果说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直接冲进去呢 这个是略微损控的下法 因为黑棋挺头啊 你断 他跳一个 你要想把黑棋的这个地方 给冲烂掉 就必须要把这种挖 断打 全部卖掉之后再挤 这样下呢 上边再压 再长气 再打吃 这样是可以把黑棋两颗子 给吃住的 但是这样损失太大 这边有点复杂 实战黑棋挺头 白棋长一个 跳出 这个就比较简明的处理了 黑棋这里味道不好 所以说实战拐头补了一手 不补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会让白棋这一冲 搬的话白棋断 那你要是这样贴住 补齐呢 白棋就拐头这里联络 这样黑棋外边两颗子 就非常担保 你要封锁的话呢 封不住 白棋随时可以冲出去 而且这个右边冲完之后 再冲 外边只要把气盛出来之后 像这种断打再沾 里边也是有棋的 顶住的话 还有这种二路般的收棋 要跟黑棋脚上对上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也拐一手 非常的厚实 接下来白棋拆一安定 黑棋左下打入进来 白棋并没有选择直接飞招 而是先碰一个 想要借进 那这个地方由于这个 对黑棋底下的冲击并不大 所以说黑棋也可以脱先 左边让黑棋先动手的话 二路飞肩顶 这个是常用手段 在以前学的这个双枪定式 这个二路小飞进脚 之后被白棋夹击 黑棋也有这种坚顶的气形 团住的话碰 上边稍微抢一个先手 再把这颗子拽回来 这个里面也是活的 这样下黑棋非常的实惠 实战可解单场 可以看出来 这盘棋确实在布局阶段 还是小心翼翼的 能走后的地方先走后 能补齐的地方就绝不牵手棋 接下来白棋飞招 黑棋冲 白棋单退 这里扳的话肯定更为紧凑一些 而且黑棋里面还不知道能不能活 我们来简单摆一摆 拐住之后点 这个点肯定是一个做活的要点 白棋要冲 黑棋外边断打 再扳 白棋要强杀的话 要二路点 黑棋打出去 贴住先手 站上 然后白棋站在这去杀 当然这个地方会不会被黑棋 这里冲烂掉 或者说外边还有没有这个手段 就要好好的再去计算一下 总之这个地方呢 白棋也不能过于的用强 要注意自己的保卫 实战白棋也是跳最后的走 连续的长 但给黑棋的活动空间也就变大了 黑棋飞刺 下一手白棋这个贴住不好 这个棋应该往回联络 往回联络的话 黑棋要是拐头寻求联络 那黑棋外边很薄 这里有一个冲断 打吃的话白棋长 这里黑棋很难受啊 你要是压过来的话 白棋拐头底下对杀 黑棋勾枪 贴住的话呢 以后白棋这种长都是先手啊 黑棋要时刻注意这个外边的断打 那白棋可以先保留 外边扳断 紧住黑棋三颗子的气 又瞄着断打 又瞄着左边的这个黑棋大龙 那这样黑棋危险了 所以说可以考虑单退 实战贴住的话 以后凑黑棋这一户 这个白棋又有保卫了 下一手棋 黑棋点刺 白棋冲完之后选择沾上 扳下来的话呢 黑棋就转身了 沾一个先手 冲断 这四颗白棋你得拐回 那底下黑棋断打 活在脚上 活一个史莱姆棋 那这个黑棋满意 所以说白棋实战沾 黑棋沾上 这个地方呢 白棋已经不太好杀了 你要是直接二路飞的话 黑棋飞到这一下 脚上跨断 先去扩大眼位 再往这拐头 这个要做活 实战的白棋先往二路跳 压缩眼位 当然了 黑棋也可以直接挡 这手白棋不至于说 能杀得掉黑棋 就算被他交换一手 再飞的话 黑棋也可以外边冲 贴住联络 白棋小接连回的话 黑棋直接冲断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不可能这样去破眼 外边有一手挖 挖完之后 你挡住的话 黑棋打吃 再断打 直接倒铺 白棋补外边的话 黑棋这一般 又有棋 因为你断的话 有这一挖 挖完之后 打吃 这有个开截 可以先断 先断完之后 打吃 提截 这样白棋包围全要碎掉了 黑棋还有一堆的本身截 白棋如果说跳架的话呢 黑棋冲一个 挡住 粘上 先手 先把这个空给破掉一些 左下角这里 靠断 打吃 提掉 一路仍然有一只眼 然后底下这手刺 也是个先手 白棋补断 黑棋在一顶 这也能做出来第二只眼 这样黑棋肯定也是活棋 所以说这个里面杀 肯定是杀不掉了 黑棋怎么走都行 实战 黑棋 稳妥起肩的话 脚上挡住 那外边尾巴打算弃掉 白棋冲 黑棋顶 这个脚上呢 白棋肯定是杀不掉了 你要点进来 黑棋冲 挡住 再一半 获齐 接下来白棋选择长一个 这个时候单退就晚了 黑棋沾上外边走的铁后 立下去 黑棋再一挡 这个尾巴呢 你要是吃 那肯定是落一个后手 多少木啊 四颗子 八木棋 九十 十一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二十 能数出来一个二十木 而且这个外边还要被黑棋 搬完之后连搬 你还得再沾上不断 中间的这个头也会被黑棋 给摁下去 所以说吃这个并不大 实战呢 白棋比较贪 先往中间搬一个 把这个头给扭过来 黑棋要在这落后手 白棋再断持 中间便宜 当然黑棋可以不走 你搬这个 黑棋又连回家 等于说 把白棋整个这个左边的空 掏了一个底朝天 正下黑棋满意 现在白棋的胜率三十几 黑棋效忧 之后这个局势的 这个关键之处呢 就在于左边的白棋 能围出来多少 实战白棋二路搬毡 彻底把这里变后 科捷 也是直接 这个大路进来 没有任何的多余动作 但是这个地方 AI觉得比较过分 黑棋在破控之前呢 应该先往中间断 我们来看一下 AI的意思是什么 就先断白棋要长 你挺头 白棋底下几个 这个能交换掉 外边封左为控 黑棋就把这几颗子 给拽回来 底下还可以先断 交换两手 拐头白棋打吃 这样是先手联络 等于说AI认为呢 这样下是便宜到 像以后这个铺 再铺 再打吃都是黑棋的先手 当然白棋是活的 你这个点进来没用 点进来白棋一路搬 底下可以坐一两眼 然后上面这里 还有一个后手眼 先搬这个就活了 主要是这样交换掉之后呢 白棋以后中间 还有跨段之类的 这个毛病 黑棋再去掏空也不迟 但这个地方判断很难 第一感都是想 这个直接打进去 强如柯杰都 在这个地方 没有判断清楚 那别的人肯定也是 这个判断不了的 实战打入这手棋 非常的有这个 人类的这个感觉 接下来白棋一路搬沾 黑棋沾上 主要是这个一路搬沾到之后呢 这个白棋底下也彻底活了 以后这个外边的段就 不是非常严厉了 接下来白棋阵头 黑棋靠下去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柯杰所擅长的 各种高超的腾罗 白棋搬一个 黑棋如果说想在这个地方 直接动出的话呢 就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靠一个就可以出头了 因为白棋在这个地方呢 也不好用强 他如果说这样搬 黑棋断 长这个黑棋就一路打吃冲出去 长这个呢 黑棋这个打先手 你提掉的话 那外面还可以抱吃 所以说这里是肯定可以出头的 白棋单退 黑棋就联络 左边还要打吃穿下来 白棋补一手的话 黑棋再往上压 跟上面或者说右边 总有一边可以连回 不过这个时候 柯杰又去中间断了 在这个地方可以说 这个手段也是非常的高明 把白棋给绕晕掉了 其实这样下呢 黑棋是不太好的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左边这个棋 不管白棋完全可以飞 先去把这个锯控给围出来 刚才我们讲到 白棋底下已经活了 所以说你中间断完之后 再补一刀充其量也就是藏在这 白棋可以小尖再补一手 你底下搬联络 白棋虎一个做活 被白棋中间小尖到这一下 左边的这个味道 基本上补干净了 因为黑棋再去扭断 想做活的话 白棋就打 翻打的话尝一个 再打吃 直接从二路打 尝一个收根 因为你外边打 白棋可以沾啊 这个地方 黑棋出不来了 虎一个打吃 这个长一个 对吧 你再断它再长 中间这个棋筋 只要黑棋抓不住 那这个里面 这朵花就送死 所以说这个时候 对于白棋来说 是一个转机 应该赶快把左边的空 给他围住 实战呢 生命军肯定是被绕晕了 跟着柯杰在这继续纠缠 打完之后压过来 黑棋拐头 白棋在补断 然后黑棋往外边搬 这个地方白棋同样也断不掉 断的话计算非常简单 黑棋断打完之后压过来 马上要把这个两颗子震掉 你尝这个的话 外边 这个两颗子又被黑棋针死 都是白棋针子不利 所以说实战 白棋挺头 黑棋左边继续掏空 贴住之后 成一个 白棋贴住 加来黑棋就非常简单了 这个黑棋可以小肩 马上要断打 你站上的话 从中间虎出来 白棋的空就已经漏掉了 这个边上的空 已经被黑棋压缩在三路 黑棋好 实战呢 柯杰是先往上跳一个 让白棋吼一个连回 底下再挤一个 再去麻一下 白棋 如果说你沾的话 黑棋这个小肩可以走掉 然后中间 跟刚才一样的手段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不妥协 贴出反击 不过这个地方 仍然是没有吃干净 以后黑棋要想跑的话 掰个就能跑 你要是这个断的话 那还有这个棋 长一个 先手 呼出来 你要是补中间的话呢 黑棋左边冲一下 长一个先手 粘上 你断底下的话 黑棋一般 要跟上方联络 靠的话 这里还有拐头 各种的联络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作战失败 接下来柯杰非常灵活 又在右下去 把这个大关子给他走掉 这一补的话 底下也就彻底 不用担心以后 打入的问题了 黑棋脚上已经活了 接下来白棋 显然是这个方寸大乱 来了一个 一路飞 那黑棋就夹 白棋再往底下 肩冲 黑棋飞出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白棋外边联络 那黑棋变一个先手 你不断 黑棋底下 把边控一围 那后面就要收关了 这个下面也是没有棋的 你最多靠一个 冲一个 黑棋反冲再虎回家 这个都没什么关系 收关的话 黑棋小优 实战白棋往上虎 这个棋就是 如果说黑棋战 白棋就可以冲断了 黑棋大致也只能断打 这样去转换 多了上面这手虎 这个黑棋就没有办法 通过打吃 然后挖回家了 沾的话也不行 沾的话被白棋等住 你断打他一沾 那黑棋也死在里面 实战呢 黑棋变一个 就是想转换 如果说你现在沾的话 那黑棋跳出 把你底下这鸽子吃掉 白棋右边 这里连回 那黑棋底下一等 中间飞 白棋右边做活 黑棋再把这颗子给惊吞 其实白棋就应该这样下 这样下的话 黑棋其实挤得胜率 还是黑棋小优的一个 关子棋 白棋完全有机会 实战这个生命军 生命军 果然是后半盘这个 开始定时犯病 这种地方呢 那就沾就行了 不要想太多 实战白棋顶一个 拐头 黑棋断 他打吃 其实这样下的话 已经跟刚才相比 损了 然后黑棋来一个比领 这个又是个绝不手筋 你要是敢拐进来的话 黑棋外边咔嚓一段 这个棋太严厉了 打的话 黑棋再一跑 你这个棋阵撤不住 里面都得死 从这打就不是棋了 被黑棋中间 先把两颗子给提掉 底下再补 那白棋里边还不活 这个棋损失大 所以说 这个笔顶的话 白棋只有斑 接下来呢 黑棋还是有手筋 可以定型 AI的建议是 黑棋底下挡住 先交换 中间可以先断一下 继续恶心白棋 你要是沾这样补 以后黑棋挺头 这个中间 白棋还是破破烂烂的 两边要被断开 打吃 补齐的话呢 那这个黑棋 先把底下残子联络 逼迫你后手做活 就可以打到这一下 你提掉的话 他再一成 这里的空仍然可以围住 黑棋也不错 实战 黑棋右边 靠下来 吃掉两颗子 同时破掉白棋的野 那这个地方白棋的野没了 还是得往上方 虎一个补齐 这个棋先做活 然后再慢慢下 实战这个 生命军突然就 又开始犯兵了 这个大龙不补了 不要了 开始往这儿去打吃 这个棋不知道说什么 是白棋判断不清楚呢 觉得这个形势不利呢 还是说这个 看错了右边的这个死活呢 反正白棋是犯了一个 比较低级的一个书 而且正是这首棋开始 这个白棋已经万劫不复了 看实战啊 黑棋闯一个先手 沾上 然后右边二路甲 这个棋白棋底下先沾一个 那没问题 黑棋跳一个联络 走的还很撑 右边这个地方 白棋如果说提的话 黑棋随时来这一挤 这个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是直接要把你给弄死了 实战白棋虎一个 黑棋联络 挤一个垂死挣扎 黑棋战 白棋联络 黑棋挡住 里边不活 那你只有挑一块 黑棋对杀 但黑棋周围的这个 棋啊 都比白棋要强壮很多啊 棋也比你多 也比白棋要容易做活 所以说白棋这个地方是 肯定不可取的 实战是断一个 黑棋先立 把你这个眼全部给破掉 白棋外边断 黑棋跳 只要分别处理好 分别把这个气盛出来 那黑棋就赢了 下一手棋 白棋沾 想这个 拉上这个黑棋的双板凳来 对杀 黑棋搬一个 白棋再往脚上爬 黑棋就搬做眼 右边白棋拐回 黑棋沾上破眼 下一手 白棋一路搬 黑棋拐头 白棋打吃 这里想造出来一个 打三环翼 然后里面做出来一只眼 并且保留截阵 黑棋先往上打吃 先手 沾上兽器 白棋沾上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利 这也是比较明智的走法 你如果说 直接挤进去 收器的话 那首先白棋外边一交换 脚上扳 黑棋也不活 这个地方 白棋点进去 这样破眼收器 然后再跟 黑棋搞这个结的话 形成一个打结 就有变数了 所以说实战 黑棋利 先把脚上给活掉 非常明智 白棋打吃 黑棋沾 那白棋只能继续 更换这个对杀目标 先往上挺投 黑棋小尖逃跑 不断 白棋提一个先手 然后右边沾 黑棋扳破眼 那白棋只能拽着 黑棋中间上了 先贴住 黑棋拐头 白棋吼一个 黑棋冲过来之后 沾上不断 白棋挡住 这个棋 黑棋不能着急断 着急断 被白棋搬进去 这样收器 黑棋要完蛋了 这个棋不够 所以说黑棋先夹出来 这个棋如果说 白棋吼一个的话 黑棋就打吃 你要是沾上 黑棋再断 这样的话 白棋要死 因为你底下 肯定是成不出气的 白棋只有四口气 我们要注意到 黑棋外边大龙 虽然说看上去 只有四口气 但是首先有一口是攻气 中间这口气还是一个老虎口 也就是说以后白棋 这一手 棋 这个是入不进来的 这样就算简单收器的话 白棋 棋也不够 简单验算一下就知道了 直接对杀 不行 如果说白棋连回底下大龙 黑棋中间提 你再连回 黑棋一长 这个 你外边封锁的话 黑棋往这一坐眼 就直接两眼活棋了 你也不可能往这顶 往这顶 黑棋就这个贴珠要反杀了 所以说黑棋这一夹 白棋其实也动不了 实战白棋往底下飞 其实黑棋这个棋 也可以断上来 断上来 白棋底下 补一手 黑棋中间长 你沾上的话 他就底下做活 外边打吃三颗子 黑棋可以不要 就反打 中间的气 长出来之后 直接先手活棋 再往底下做个眼就火了 白棋尖刺没用 尖刺的话 黑棋贴住 第二只睁眼做出来 也活了 实战黑棋小尖逃跑 那白棋要搞黑棋底下了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已经不行了 因为右边 白棋大龙一死 这个就算把黑棋 整个底下这条龙吃掉 转换白棋也不够 而且白棋 接下来下的也很怂 选择在这儿去联络 这个棋最狠的 应该是这个小尖 你正下呢 黑棋断 你联络 黑棋外边这里 搬贴住收器 白棋吃通这三颗子 然后底下可能还有的杀 黑棋倒虎的话 你刺一个破眼 黑棋再飞 那就跟黑棋杀就行了 这样至少还能有机会 吃掉这一块 实战白棋联络 就不要谈了 被黑棋往二路点 做眼 这个杀不了了 白棋外边打吃 黑棋已经相当稳了 直接选择反打 三颗子不要 其实要的话也行 就沾上 白棋沾不断 黑棋就底下贴住 这样做活 中间主要没什么棋 冲的话断打 对吧 黑棋只要顶一个就行了 这边还是可以把棋筋吃通 你要尖顶的话呢 黑棋就打吃 这样的话 直接被黑棋搬死 尝的话呢 黑棋再一提 这个肯定是火棋 都火了 都火 白棋就死掉 实战黑棋求稳了 反打 白棋提 黑棋底下 倒虎做活 白棋中间 飞个黑棋冲断 这边已经 已无悬念 再看底下 白棋点一个破眼 黑棋冲 接下来 白棋的心智 完全已经乱了了 这个棋 其实下的最好的 应该是先挤 因为黑棋不敢打 打的话 有这一手打 要联络 黑棋要沾 沾的话 白棋再一路飞 不过这样也没用 这样黑棋拐一个 你扳 他左眼 你破眼 黑棋立 你点杀 都不说 黑棋还有这种 打结过的这个问题了 就不打这个结 就直接挡下来 白棋沾 黑棋把底下这颗 一路的紫吃掉 里面也是个双火 这样黑棋安然无恙 实战白棋单拐的话 被黑棋挤 直接就过去了 这个连打结过 都不存在了 这样白棋就直接认输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那生命军的后半盘 确实也名不虚传 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这个后面连续打烧 在黑棋只是局面小优的 一个情况下 白棋非常悲观的选择 把大龙弃直不顾 而补中间这里 让黑棋一通杀招 直接把白棋给卷死进去 后面白棋也是做出了顽强的抵抗 但是黑棋非常清醒 先把右上角做活 外边这几块棋分别安顿好之后 白棋再无胜算 这样的话也算是柯杰 对于生命军 在之前大赛上的一个 再一次的复仇 好 那恭喜柯杰 晋级八强 那这盘棋呢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